Next one 好了 那么接着之后呢 大家等一下会在我们课文当中看到这样一句话 就是著名的这个关于make的动词字组 所以在本课当中啊 单词并不那么那么难 但是我们要求大家找到动词字组还是蛮多的 因为90课往后的这个文章难度呢 它是潜移默化的呢 就是可能你都接不住招的难 所以我们看今天出了一组关于make的词 那么这里的土塞都把这个意思给打出来了 可能相对于你来说会比较简单 我们看这个红色的标红的句子 就是待会我们课文里面会出现小句子 我们等会讲 a balloon 我们刚刚叫bloom 这里就不发生气球了 因为这里面我们文中当中有上下文的语境 我们都知道这儿这个bloom 不是我不吹吹呢 而是表示这个气球的意思 a balloon seem to be making for a royal airport station 那么所以这个make for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待会我们的课文就会再次见到它 我们先给大家讲评一下 make原因是表示做的意思 make for是什么意思呢 就完全如果你不学的话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make for是表示一个方向的意思 那么所以这句话翻译成 一个气球呢 好像正要飞往皇家空军基地去了 那么所以这是这个make for that means travel towards 所以这个词就代表一种方向 我们可以用towards这个词来表达 朝向的意思 朝着的意思 这是make for的意思 那所以当你使用make for的时候就表示 你想要表达某个物体或某个人 朝着哪个方向而进 进巴 迈进 你比如说老师朝走了 the teacher is making for us 就不是说老师要过来坐我们 而老师什么呀 老师正朝着我们走过来 其实这个the teacher is making for us 也可以翻译成the teacher is walking towards us 听到了吗 所以这一个make for我觉得还是蛮厉害 如果你能掌握make for的用法的话 那么在写作当中或者在别人的表达当中 你就会是读书一致 老师就会比较欣赏你 因为你这个整个的文采或者用法比别人要广很多 所以这个词就知道make for表示 朝某个方向接近或者朝某个方向去了 make for 那么再读一下这个句子 number one a balloon seem to be making for a royal air force station 所以这回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 就不是表示说一个气球要坐怎么怎么样 OK 大家来自己看一下这个句子 一个气球 正朝着皇家空军基地的方向而去了 OK Next one I couldn't make out what he said 这个句子什么意思 make out make out呢 我们看一下按照字面意思 out是出过来的意思吧 那make out是表示做 那么是做出来的意思吗 你看后面出出来都注解了 这里的make out是表示什么样 out这个词有很多种用法 凡是跟out能搭在一起 大家发现一般都是表示就是出来的意思 那么既然是出来的话 其实某种情况下就表示明白的意思吧 因为我们在新二的前半部分曾经学到一个词叫做find out 大家有印象吗 find out 大家知道find out什么意思吗 find out是表示找出发现明白的意思 找出发现 其实我们在好讲 还有一种一个词out 叫做work out 大家有印象吗 work out 我们这个叫做解出来的意思 work out 或者我们可以说叫做解决的意思 所以你发现跟out这个词在一起的词组都是表示那种见分晓的意思 那么今儿这个词make out表示理解的意思 比如说I couldn't make out what he said 就表示说我实在搞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所以第一个意思make out表示搞懂搞不搞懂的意思 反正还是跟find out和work out 因此也说这里的make out 你可以直接翻墙I can't find out what he said 也可以翻墙I can't work out what he said 都可以理解 那么这里的make out就表示我听不懂啊 那么低啊那么明白啊对吧 那么第二个就是please make out a fresh copy 在这里面make out a copy的话 跟你写什么东西还要放进去的话 他就变成什么样写的意思了 那么所以说please make out a fresh copy 就表示write out就是写出来的意思 所以你发现跟out在一块词组也蛮多的吧 有make out find out work out以及write out 所以说please make out a fresh copy表示来请你重写一份吧 重写一份这个经常老是说吧 来写什么了就把我乱死了重写 make out another copy再写一份 好 next one he made out a story about two men and a horse 大家看字面意思表示说他制作了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制作了关于两个人和一匹马的故事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词即便你猜不出make out什么意思 你也能蒙出make的意思吧 反正就是他做了一故事 那么什么叫做故事呢 编故事啦 我们经常说故事故事都是假的 所以都是编出来的名词 来记一下字吧 make out story表示编故事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教大家一下字组make up story make up 所以大家原来make up是编的 啥了我知道了 那么你看最后句怎么翻译呢 she spends hours making stuff in front of the mirror 什么意思他说 他花了好几十小时在编自己吗 编自己啊 所以大家不要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 make up 除了第一重意思是表达编故事的编之外 第二次表示化妆啦 所以这里面说他呢 花了好几小时在那个镜子前化妆啦 不是说编自己啦 化妆意思 所以发现了make up还有化妆意思 那我们看同样是make up 我们后面如果加了for怎么办呢 那处身就加了一个小红线 make up for什么意思呢 他既不表达编故事 也不表达化妆 因为make up for somebody表示什么呀 你补某人的意思 你比如说你让某人等了你将近半个小时 你特别吸引过里面去 哎呀那行吧今儿上我请了 you make up for it 你是在弥补吧 人家等更长时间了 所以你要请吃顿饭对不对 或者说你说了某些话 上别人的心 或者是做什么事情 妈妈伤心了 你可能妈妈妈今儿晚今儿晚这个 晚我都洗了吧 make up for it 你在弥补 那么所以大家发现 今天这个make次组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把它都收了啊 来我们评一下 今天我们学了有几个关于make次组呢 number one make for 朝向哪里去了 make for make out呢 我们讲两个意思 一个是理解明白 一个是重写的意思 那么第三个我们讲的made up这两个意思 make up第一个意思表示编故事 第二个表示化妆 那么同时还有第三个 就是make up for 表示弥补补偿什么 I must make up for the time I lost this morning 说我必须得把我今儿早晨浪费的时间给弥补回来 OK 好了这下词make for make out make up and make up for OK 好了那这我们今天的关于这个新单词和词组就讲这么多了 Next part我们就我们这个课文部分了 课文 lesson thirty one three men in a basket 三人同栏讲了什么故事呢 我们看啊 What's this What's this Hot air balloon right 我们刚刚学了吧 你看我们前面单词铺垫很多 A hot air balloon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热情球 我们可以简称为a balloon OK a balloon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我们给大家辅助计就是 Airplane is around the balloon right 这个飞机航在这个热情球附近吧 我们看一下第一句话 A pilot noticed a balloon which seemed to be making for a royal air force station nearby 好了 请问各位先一个问题了 我们都讲到九十克了 那么今儿储率先不说 我来问你 请问这个句子是什么句呀 We've seemed to这个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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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句的 making for blah blah nearby 大家可能猜出来了吧 我告诉你 蒙队叫什么句 定义从句 那这是第一步 我要你回答我第二问题 定义从句啊 它一定会跟着一个名词出现 那么请问这个定义从句 它是在修饰哪一个名词 是修饰下面的pilot 还修这个blui呢 大家千万不要进入个误区啊 定义从句不是为一个句子足语服的 而是为他前边的名词而服的 也就是说定义从句 一定接近跟着那个名词 他跟着谁 就是为谁服务 你可不要说 老师这句话 你们是这个人啊 是pilot啊 你看一下 人家谁往这个飞呢 不是飞行员飞吧 而是这个热气球飞吧 所以大家记下这个小bc 这里面的abloin 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先行词 又是那个名词 而他是被这句话来修饰的 那么因此我们这句话倒的翻译 就是说 一个飞行员呢 注意到了一个气球正在朝着 英国皇家空军基地附近飞呢 诶 这么来翻译对吧 所以这个后面统统一句话 都是在修饰 那么其实你要问我说 老师这句话要缩句 就是咱们不要废话 就干干话怎么说 就是a pilot notice a balloon 就没了 所以其实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呀 a pilot noticed a balloon 没了 什么 balloon呢 怎么回事呢 所以作者给大家想起的翻译 a balloon 用谁的呀 因为 balloon不是人 所以用什么呀 wedge 好像啊 我不确定啊 seem to be making for 哪里的 air force station 所以这句话我们来直接 上堂把它背出来 怎么说呀 who 谁来的 a pilot what happened 怎么了 noticed 发现什么 a balloon what kind of balloon 什么 balloon呢 wedge seem to be 我们刚刚讲的那词 making for royal air force station 附近的 nearby 你看第一句话出来了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当场可以把第一句话背出来 来 one two three go a pilot 读语 noticed 卫语 a balloon 定语 并后面跟了一个这样小句子来修饰它 所以它就是一个定语从句 因为这个balloon是一个名词 我们说跟着名词的从句 那就是定语从句 也就是说后面这个从句 它就是起了一个什么词啊 形容词的作用 来修饰前面的blue呢 什么blue呢 黄的蓝绿的 不是都不是 是一个什么呀 正在飞的blood 所以是 we seem to be making for a royal air force station nearby 好 所以这里面我们再次大家说一下 make for the 云场 还记得吧 刚刚刚说讲过了make for什么呀 朝着 像这意思吗 朝哪呢 royal air force station 我们说这个皇家空军机 be这个词短译机上 raf station 然后加一个小副词 nearby 附近的 nearby 好了 所以我们第一句结束了 我们再念一下 a pilot notice a balloon we seem to be making for a royal air force station nearby 那如果既然飞行员发现了 那么飞行员应该办干嘛呢 我们看 肯定要先通知吧 he informed station at once 非常执意啊 立即就通知了这个基站 but no one there was able to explain the mystery 那我们说像飞行员 大家可能不了解啊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领空 都不是闲着的 有好多秘密的一些飞行员 在监控着咱们国家 保护着咱们 比如说处在此刻正在讲话 那天上不知道多数飞机正在飞 然后什么客机呀 巴拉巴拉 还有咱们自己的国家 咱们解放军 他们也在保卫着咱们的领空 那所以他们一旦发现任何的可疑人 或可疑物的话 他们都会立即先通报 我发现什么 你不能先看 好 把机力 那万一是一个总统的专机怎么办 对吧 所以不会先轻举妄动 要先报告吧 所以说 Inform这个词就出来了 Inform这个词 我们在前面刚刚讲 大家有印象吧 好像前面几个我们讲的是 Inform 应该是那个校长 那个他还记得吧 那个老校长 Mr.Page 他要退休了 然后I was informed 还记得这个是吧 Inform就表示 立即报告的是吧 因为这是一个官方说法 因为飞行员跟底下 那个官员报告 所以用Inform 他就立即报告给了这个basin 就是底下的基站 而且怎么报告的 Advance 这个小单语 Advance 可是那儿的人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以为是基站的人 自己看着发现 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啊 是哪儿来的 肯定是第一人吧 对吧 所以是 No one there was able to explain the mystery 这个词小单语 勾上这个 Explain the mystery 去表示 没人能解释这个问题 那么mystery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谜的意思 或者是谜团的意思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这是哪儿来一个气球啊 不知道 所以用那个be able to 再次出现那个be able to的用法 所以第二句话里面的小重点知识也蛮多的 inform这个词 还有and one小单语 以及be able to do 能够的意思 那儿的人没有能够解释这个问题的 所以还要下这个词 explain the mystery 这个小单语 explain the mystery 六 grad 六 grad 六一 五一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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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